一封封来自监狱的信件 寄托了哥哥对弟弟的牵挂 同时也让弟弟背负了杀人犯亲属的罪名 作为杀人犯的亲属就该遭到歧视吗 你好 这里是兔仔 今天带来的是东野贵吾探讨人性的作品 信 父母双王后大志与弟弟小志相依为命 2006年为了让弟弟上大学 哥哥大志入室盗窃 而这一幕被刚回家的旭方婆婆撞见 心急之下大志杀害了他 最终被警察逮捕 锒铛入狱 2010年小志边打工边上着夜间学校 为了维持生活同时做了几分兼职 这四年间他一直和监狱里的哥哥通过书信保持来往 虽然小志是个学生 但做人十分谦虚又吃苦耐劳 因此很受餐厅老板和客人的喜欢 可这份安宁很快就被打破 这天来了几位客人 他们一眼就认出小志是高中同学 高中时小志就没少受他们的排挤 如今他们混得风生水起 而小志依旧是个打工生 几杯酒下毒 他们大声说出了小志哥哥是杀人犯 到现在还被关在监狱的事 听到这些事后 原本对小志称赞不已的客人们 表情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小志默不吭声 这么多年他因为此事没少遭受过歧视 除了说声对不起之外 他无能为力 老板并没有责怪小志 可小志依旧选择了辞职 他不想老板因为自己受到麻烦 因为哥哥是杀人犯 被开除被歧视都见怪不怪了 即使如此 小志还是对哥哥隐瞒了这些事 广称自己过得很好 一年后小志来到工厂上班 在这里他结识了一个在游诗子的妹子 为了欢迎小志 游诗子和同事们举办了欢迎会 聚会上大家玩得很开心 只有小志无法融入群体 见小志默不吭声 阿四让他也唱一首 盛情难缺 小志点了一首经典名曲 仰望夜空的星辰 伴奏响起同事们有些意外 小志年纪轻轻 却点这么有年代感的歌曲 可等他一开口 所有人都被他优美的歌声吸引住 小志年纪轻轻 歌声中却饱含沧桑 伴随着歌声 小志的思绪回到从前 哥哥因腿部受伤 无妨在打工赚钱 为了不让成绩优秀的弟弟荒废学业 于是铤而走险 走上了偷窃的道路 才最终导致自己亲手葬送了人生 哥哥对自己犯下的罪行很懊悔 他希望小志能替他去续芳家上炷香 事到如今后悔有什么用 小志质问哥哥当初为什么不逃走 哥哥却说当时音乐合理的曲子 让他出了神 仰望夜空的星辰 小时候你最喜欢的 小志买了礼物前往续芳家 可走到门口却始终没有勇气进去 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受害者家属 这天阿四找到小志 他在小志的歌声中听出了他的才华 邀请他一起组进乐队出道 但小志想都没想立刻拒绝 出道什么的对他来说简直遥不可及 他只想平静地过小日子 为了劝小志出道 游诗子拿出了一段视频 老板娘把小志唱歌的画面拍摄后上传到网络 才短短几天播放两支线飙升 成了近期网上最火爆的视频 小志听后情绪失控 让游诗子立刻删掉视频 游诗子有些不知所措 但还是答应了下来 小志拥有常人难求的才华 为何对这件事如此排斥 直到看到小志身上掉落的信件 他们这才明白了一切 信件上樱花标志代表着信是从监狱里寄出的 件事情瞒不住了 小志坦白哥哥因盗窃杀人被判刑二十年 信是哥哥寄出来的 他让阿四和游诗子不要再来找他 出道成名这种事根本不可能 门外的两人明白了一切 对于杀人犯的家属来说 平凡安静地活着也是一种奢望 游诗子连忙盗窃 老板娘已经把视频删了 让他不要担心 生活还要继续 小志依旧过着白天打工 晚上上夜间学校的日子 这天招美老师注意到 小志上课不专心 下课便找到了他 小志成绩很好 他希望小志上课好好听讲 不要看漫画 小志一听有些懵 他拿出了自己看的书 是一本数学难题题点 原来小志一直没有放弃报考大学 但他同时认为自己很丢人 一把年纪了还想着读大学 招美立刻反驳道 人不管多少岁 都应该保持渴望学习的心态 他认为自学到现在的小志 很有能力报考帝都大学 为了帮助小志 招美经常私下辅导他 小志把报考帝都大学的事 告诉了哥哥 哥哥为自己的弟弟感到很自豪 但他一直牵挂着旭方婆婆的事 小志没有告诉他 自己每次买的礼物前往 最终都望而直步 这天游诗子精心为小志准备了便当 可他发现小志正吃着别人准备的便当 只好失落地转身离开 小志与招美辅导功课时产生了感情 两人正顺利地交往着 招美带小志见了自己的父母 小志一把年纪还在报考大学 而招美不仅高学历还是个富二代 显然两人是不般配的 招美的父母自然是看不上小志 即使如此 招美还是相信小志 只要考上地图大学 就能进入父亲公司上班 美爸见识的人太多了 他让小志用一句话来形容自己 小志一时语色 思考片刻后说出 自己只是个吃喝睡终会死去的人 美爸听后笑着表示 这种人对公司毫无用处 小志却十分坚定地表示 四年后他会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 招美似乎对他的答案很满意 笑了出来 这时堂哥回来了 堂哥也在美爸公司上班 今天刚从纽约出差回来 听着他们高大上的聊天内容 小志无法加入他们的话题 只是黯淡地坐在角落 分别是堂哥却小志和招美分手 小志和招美始终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自己才是适合招美的男人 而且两家的父母也是这么认为的 堂哥的话让小志陷入了苦恼 他明白自己和招美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更不敢提出哥哥坐牢的事 看着闷闷不乐的小志 游狮子很心疼 他让小志一定要坚持 自己会一直为他加油的 小志终于下定决心 他拿出哥哥的照片准备给招美坦白 这时堂哥突然不请自来 他指着小志的脸告诉招美 被眼前这个男人欺骗了 原来他找人调查了小志的身世 哥哥坐牢的事自然也就知道了 之前唱歌的视频虽然被删除了 但由于太火爆 还是有人扒出了他是杀人犯的弟弟 网友们指责小志毫无良心 上传这种开心唱歌的视频 根本没有考虑受害着家属的心情 招美有些难以置信 他让小志告诉他这一切都是假的 可小志并不想隐瞒 他承认这些都是事实 招美生气小志欺骗了自己 小志立刻反问他 招美嘴上说这当然会 但心里却十分没有底气 招美的爸爸找到小志 他很佩服小志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坚持 可他还是拿出了一笔钱 希望小志能离开招美 小志由于片刻后 还是拒绝了本不该属于自己的钱 没把见状立刻撒跪 在女儿的幸福面前 自尊什么的根本不重要 他不希望招美承受小志的痛苦 小志同意和招美分手 并且会忘掉他们曾交往的事实 但他始终不肯接受这笔钱 小志烧毁了学习的书 并开始不愿读哥哥的来信 2013年小志入职了知名企业 游石子由衷地为他开心 游石子好奇哥哥的反应 可小志却说自己很久没有和哥哥联系了 只有和哥哥断了关系 别人才会把他看成独立的人 小志跟公司的人隐瞒了哥哥的事 如今他们已经毫无瓜葛 这天公司准备预售的游戏机失窃 警方怀疑公司内有共犯 他们调查所有员工的人际关系后 认为小志的背景有些可疑 小志哥哥是杀人犯的事 还是没能藏住 即使小志是清白的 最终还是被调到了仓库 这时有伪劳者前来开导他 对方称物流系统是公司的生命件 十分重要 他劝小志不要因此气馁 小志这才发现眼前的人正是社长 盗窃犯已经被逮捕 社长明白小志被无故降职 一定很委屈 他也猜到小志这么多年 到处碰鼻被区别对待 可现实就是残酷的 这次人事部的处理没有任何问题 区别对待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这是人类的本性 假如这包三辈中只有一片有毒 即使把有毒的那片拿出来 也无济于事 就算知道其他的没毒 身体还是本能的对他抗拒 人类也是如此 问题不在于善恶 而是在于人类的本能 你的哥哥在犯罪前就应该有觉悟 自己一旦犯罪 家人就会遭受痛苦 这不是进监狱就能解决的事 你如今受到的苦 就是对哥哥的惩罚 社长之所以来此 是因为他收到了一封信 心中的人诚恳地诉说着小志的一切 他的努力 他的坚持 以及他的为人 来信的人希望社长了解情况后 能帮助小志 听到这小志猜出了写信的人 是游石子 小志恍然大悟 这正是自己该踏出的第一步 他来到游石子家 无疑发现游石子 禁用自己的名义和哥哥写信 游石子明白都是自己自作主张 但他不认为自己做错了 因为他知道小志和哥哥断绝关系 有多煎熬 一味地逃避 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游石子说出了自己的过去 父亲接了高利贷 由于还不了钱 带着全家跑路 即使如此 他们依旧每天过得提心吊胆 最终也导致了妻离子散 他也想恨父亲 但最终还是做不到 所以他比任何人都能体会小志的心情 既然如此 就不要逃避 而是堂堂正正面对问题 在游石子的劝说下 小志鼓起勇气 看了哥哥写的信 读完信后 小志感慨万千 这一刻 小志释怀了 他决定以后 不会再以别人的眼光 堂堂正正生活下去 2018年 小志和游石子 组成了幸福的家庭 拥有了可爱 懂事的女儿 他依旧和哥哥保持信件来往 阿四也毅然追寻着 自己的音乐梦想 时过近千 如今早就不流行CD 阿四准备挑战新的事物 他想要做志愿者 去养老院或者监狱之类的地方 进行慰问演出 因为只有那里的人 才会认真听他的歌 小志的歌声 让他久久无法忘怀 于是他邀请小志 与自己一起组乐队 完成当年的遗憾 这天 新伴来的邻居前来打招呼 可他一眼就认出了小志 顿时气氛变得有些微妙 又是晴朗的一天 小志难得有空 想带女儿去公园散步 游石子健壮 联盟阻止 他神色慌张 谎称今天有午夜会来电话 让小志留在家休息 自己独自带女儿去散步 可在家等候了许久 还是没有接到妻女的电话 小志骑身出门寻找 这时他才发现 邻居们都不让孩子和女儿玩 原来是新邻居散步了 小志哥哥的事 不仅如此 他还到处散步谣言 说哥哥很快出狱 会办了小区生活 任何伤害冲着大人来就算了 现在就连女儿 都要遭受这种待遇 不幸的是 接二连三的发生 新女遭到飞车党抢劫 女儿从车上跌落 摔伤住院 看着伤痕累累的女儿 小志心疼不已 好在抢劫犯已被捕 现在正等待着法律的制裁 深夜 有人暗闪了门铃 来人竟是抢劫犯的父母 儿子犯了不可饶恕的罪 已经被关进监狱 这都是他们身为父母的责任 即使知道伤害已经造成 他们只想尽可能的补偿 看着抢劫犯的父母 小志百感焦急 见了那两个人之后 他明白了两件事 一是他们真的了不起 儿子被抓整个家 最混乱的情况下 还能想到受害者的感受 邓门道歉 这是小志直到现在 都没有做到的事 另一点是 自己果然原谅不了他们 即使知道他们不是坏人 但想到女儿受伤 她的恨就无法消失 这也是小志第一次 站在受害者的角度思考 堂堂正正的面对 果然是错了 他撕碎照片 决定跟哥哥坦白自己的遭遇 这也是这么多年 小志第一次跟哥哥说真心话 这些年一直背负着 杀人犯弟弟的身份 遭受排挤 换了无数份工作 梦想什么的简直遥不可及 被忌讳被远离 现在就连妻女 也要遭受差别待遇 应该早点跟你说这些情况的 因为知道我们所受的苦 也是你该受到的惩罚 因此这将是我给你写的 最后一封信 这封信投出去的瞬间 我不再是你的弟弟 这是我为了家庭 深思熟虑后做的决定 小志在此来到礼品店 与以往不同的是 这次他终于不再逃避 拜访了旭芳婆婆家 婆婆的儿子 拒绝了小志上香的请求 13年来 大志从监狱里 寄来了无数封信件 不管大志说多少反省之词 母亲被害的运渠 始终无法消散 最让人无法接受的是 大志在信里 经常提起弟弟的情况 明明在监狱却过得很幸福 婆婆的儿子一边希望 不要再收到大志的信件 一边又担心他不再联系 因为他还没下定决心 来接受事情的结束 直到前几天收到了一封信 小志颤抖地接过信件 原来哥哥收到小志的绝交信 后悲痛欲绝 并不是因为弟弟想要断绝关系 而是他到现在才明白 自己的存在 一直让弟弟痛哭不堪 是他亲手在折磨自己最爱的弟弟 大志终于明白 自己虽然身处监狱改造 却根本没有重新开始做人 而他现在才意识到 给旭方家写信 只能让受害者家属 看到犯人的自我满足 给旭方家写这封信 就是想为此而道歉 旭方婆婆的儿子 看到这封信后明白 事情该到此结束了 春天来临 小志与阿斯一同前往监狱 慰问表演 这是他第一次 同时也是最后一次 站在舞台上 他再次唱起了那首妈妈最爱的 仰望夜空的星辰 舞台上 小志气不成声 大志和小志的思绪 一同回到小时候 妈妈生前的日子 就如尤诗词所说 即使恨哥哥 他们也是亲兄弟 亲人的感情 不是说断就能断的 或许是压抑了太久 这一刻 他们心底的防线彻底崩塌 通过东野贵吾的心 我们从犯人家属的角度出发 感受到他所遭遇的不公 人们只会在乎贴在他身上的标签 并不会把他当作独立的个体 如何放低歧视 平等对待每一个人 是我们该思考的问题 这里是兔仔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